當你學習了作角平分線的時候 即是說你可以把一隻角變成一半那麼大 你也可以作到 那你可否可以作到90度的角給我看呢 那麼 那個缺效呢 其實就是你已經知道180度是平角來的 所以譬如我畫一條直線 靠近一短叫頂點 叫做A 兩條邊 兩端叫做B和C 那我們知道這一隻角 我們知道角BAC是180度的 因為它是平角 平角一定180度的 都是雙等的 這個是無用置疑的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 作角平分線 作角BAC的角平分線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同樣 以角的頂點 作為原心 以任意的長度作為半徑 畫兩段的弧 令到這兩段的弧 在角的兩邊 各自有一個膠點 那麼 跟著就是這個膠點裡面 每一個膠點分別作 分別作為原心 跟著半徑是適當的長度 適當的長度就是 這兩個距離的一半 要超過這兩個距離的一半 所以這樣是不夠的 因為沒有膠點的會 所以要長一點 長一點就是膠點了 好 這兩段弧產生膠點 再跟頂點A連接 這一點是對稱的 所以連接下去 產生這條直線 都是對稱的 就是平分了 所以這隻就是直角了 其實你可以嘗試一下用兩角器量度一下 可以驗證一下是不是 可以驗證一下 那 這樣呢 是90度的 因為這條線是有闊度 所以有些少少ERROR 你不知道跟哪裏 可以繼續做的 就是這條 在這裏90度 旁邊都是90度的 再做各平分線就可以了 例如 繼續 以A點作為頂點 然後任意長度作為半徑 然後 然後 以適當的長度作為半徑 分別在兩個膠點 以兩個膠點作為圓心 就畫兩段弧 就產生膠點 然後 連接下去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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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45度 那 你可以 量度一下 究竟 是不是45度 好 看看 那這裏 12 13 45度 好準的 那 回言之 45度我們作了 其實 135度都作到 好像剛才那樣的步驟 這個45度 旁邊這隻 就是135度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作的角度 都是很多的 好 另外 90度 45度 180度 135度 這一系列我們都作到了 那 總之 互補的角度 因為有平角 互裕的角度 因為有90度 都可以作到 所以 我們現在 另一個套 另一個集合 60度 能否作到呢 60度 就要聯想到什麼呢 等邊三個贏了 等邊三個贏了 等邊三個贏內閣 三個都是60度 所以我們只需要作 等邊三個就搞定了 那 隨便畫一條線就在邊 然後定兩點 然後呢 以其中一個頂點 作為 圓心 另一端 作為 半徑 就 畫兩段弧 分別 畫一段弧 各自兩個頂點 作為圓心 分別 畫一段弧 那 半徑是跟這條線段 一樣長的 那 就是三條邊都相等 那 所以 它畫出來是等邊三個型來的 但我們不需要連這條邊 總之這隻是60度就掉了 好了 既然我們畫到60度 我們又畫到90度 所以呢 30度也畫到了 即是說我們只需要像剛才的步驟 畫到這個90度 即是好像跟剛才的步驟畫90度呢 那這隻就30度 那怎樣呢 又是像這樣 快速地 在下面 在下面也不要緊 都可以畫到直角的 都可以畫到直角的 都是對稱的 換言之 這些全部都是直角的嘛 所以這裡就是30度 有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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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20度 又畫到 150度 又畫到 另外 除了說 用90度 減30度 是 除了說 用90度 減60度 是30度之外 我們還可以60度一半 即是說 我們可以用角平分線的方式 即是說 例如我們現在 這樣 用角平分線的方式 都可以畫到 這個呢 是 30度 例如這樣畫 那這裡也是30度的 全部都是30度的 因為角平分線 這裡是 所以我們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90度減60度 一個呢 是60度的二分一 在30度 用角平分線 就可以畫到 特殊角了 換言之我們有 120度 30度 60度 150度 甚至乎 15度都可以 我們繼續角平分線 就可以了 15度 是吧 所以呢 甚至乎15度都可以 寫完 除了二就可以了